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nda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神奇的食材叫黑蒜 那前阵子网上黑蒜超级火了一把 自那之后呢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就会评测黑蒜 然后露出咸雾的表情 说实话我是不是很懂啊 因为我觉得黑蒜它本身是一个挺容易接受的食材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呢跟大家形容一下 首先它这个黑的颜色呢是新鲜的蒜头 经过了一个变化你可以理解为是长时间的低温的烹饪的过程 它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 这个黑色是由美拉德反应生成的 它本身吃起来呢是有一种酸甜的味道在里头的 你可以想象成在吃山楂糕吧 就是山楂的那个酸甜感和山楂糕的那种软糯又有一点绵牙的感受 另外呢它的味道我觉得是混合了豆豉和意大利黑醋的感觉在里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另外呢它的回味是有一点蒜味的 虽然入口的时候蒜味是几乎没有的 但是吃完之后你的嘴中是会有蒜味的 所以虽然它可以当成日常的零食来吃 但是我不建议你日常把它当零食来吃 因为你也不想你嘴里一天到晚有蒜味嘛 对吧那因为黑蒜呢它的味道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味道 有酸有甜有这个氨气酸的鲜味还有一些这种蒜的香味在里头 所以呢它很适合用来煮菜 像是一切的红烧类的菜式或是浓油翅酱的 或者是那种需要用酱汁来腌制的菜都很适合用它 今天我会拿它来做一道炸鸡翅 做这道菜需要买鸡翅羹 就是鸡身上相当于膀子的这一段 用刀尖划断靠近骨头那一端的皮和筋 把肉往反方向刮 就像关公刮骨疗毒一样 等骨头整个暴露出来 用手把鸡肉撸下来 形成一个锤子的形状 调个酱汁 一个独头黑蒜碾压成泥 加点新鲜蒜蓉增加蒜香 加生抽两小勺 黄酒一大勺 盐一小搓 糖一小搓 辣椒粉一小勺 混合成酱汁 倒在鸡身上抹抹匀 尽量别接触骨头 避免之后炸焦 放几片姜 包好 放冰箱腌制 就好能隔夜会更入味 中间能香起来的话 拿出来转一转 确保鸡肉都能均匀切出酱汁 准备50克粘米粉和80克面粉混匀 粘米粉能让炸鸡更脆 没有的话就全用面粉 腌好的鸡垂裹上粉 还是尽量不要粘到骨头 抖掉鱼粉 裹好粉要放一小会儿 化妆的人可能都知道擦了散粉之后 要过一会儿出点油 会融合的更好 炸鸡裹粉后也要放一会儿 也是同样的道理 起油锅 150度油温 下锅炸 现在油温不算高 因为鸡垂的体积不小 低温慢炸 能保证内心熟透 炸到金黄色捞出 让油温升高到180度 再下锅覆炸 油温够高 才能让外壳更脆 吃起来不油腻 炸到比较深的金黄色就好了 黑蒜的颜色会让炸好的鸡垂 比一般炸鸡颜色更深一点 并不是炸焦 炸好后裹点锡纸更方便拿着吃 黑蒜那种酸甜而复杂的味道 已经完全被鸡肉吸收 炸好的鸡垂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黑蒜 还挺可爱的 如果不说的话 估计很难猜出调料里竟然会有黑蒜 但肯定会感觉到这个鸡肉的香味与众不同 把鸡翅根这样炸过之后 是不是感觉吃起来特别方便 而且挺可爱的把拿在手上 尝一口试试 其实你吃在嘴里不会觉得有特别明显的蒜味 因为刚开始我讲过那个黑蒜 它的蒜味其实已经就很柔和了 没有什么太多蒜的感觉 但是它会给它增添一种 就不属于蒜的那种香味 很难描述 大家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 然后里头的鸡肉还是挺多汁的 大家有空在家试试看吧 YouTube的观众们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 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都会更新 咱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